第六十五章 毫无悬念 在双方都有些试探异味的闲聊中 一行人渐渐靠近了足目 焦阳照耀之下 密密麻麻的青色石碑立在这片大地上 这些青色石碑大小一致 仅从外表来看 根本看不出底下埋葬着谁 不过 空明显然常来 轻车熟路地带着众人 来到两块相近的石碑前 这就是你父母的墓 空明轻声道 空情之墓 白灵之墓 绿渊走到两块墓碑前 静静地站在那里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绿果站在他身边 也是一言不发 好伴赏后 绿渊才从空间海贝里取出酒与花 分别摆放在两块墓碑前 然而他依旧什么都没说 众人静静地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忽然 空明猛然转头 望向南方 绿渊呆滞的眼神也终于有了波动 他转头望向南方 注意到两人的动作 所有人都朝南方望去 只见一片黑压压的 人影正朝着众人飞来 少说也有二十几人 在场众人除了绿果外 都是猎空龙人族的 哪怕不发动妖神变 他们的视力也优于常人 因此他们可以看清那片人影 全都是巫灵救人 空明和云蓝等人立刻原地戒备起来 来者不善 云渊 你要小心了 空明的脸色有些难看 绿渊抿了抿嘴 点了点头 没有讲话 十几秒钟后 人群渐渐临近 落在了牧群之中 为首的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他毫不掩饰地释放出了自己的气息 七阶圣灵使 不只是他 老者身后二十几名巫灵救人里 还有两名七阶圣灵使 以及多名五阶 六阶妖精使 如此强大的力量 足以将空明他们通通解决 这样一股势力 跑到猎空龙人族的祖墓来做什么 空明很是疑惑 是那两个人呢 就在空明 云兰和八名猎空龙人族战士 挡在绿渊和绿果身前的时候 绿果忽然惊讶地对绿渊道 嗯 绿渊点了点头 绿渊也看到了 在对面的巫灵救人中 有一男一女 正是昨天被他们捆绑的两人 不过 此时 两人的状态和昨天相差甚大 他们浑身都缠满了由黑色羽毛织成的袋子 基本上脑袋以下的躯体全都被包裹了起来 而且脸色苍白 看起来虚弱到了极致 在绿渊和绿果看到两人时 那两人也看到了他们 就是他们俩 两人同时发出了轻微的声音 像是喘不上来气似的 为首的老者听见他们的话 轻轻点了点头 别急 黑亭爷爷 我一定会帮你们出气的 话音落下 老者顿时朝空明赫骂道 昨天你族的两个小辈入侵了我族的领地 还将我族两名族人打成了重伤 你现在立刻把那两个小辈交给我们处置 否则今天这事儿恐怕就不好善了 空明文言 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先不说 绿渊告诉过他 绿渊二人昨天的确捆绑了两名乌灵救人 但没有伤到他们 就算绿渊二人真的重伤了他们 他们至于带着这么多人跑到族墓来要人吗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严重的可能引发两族战争的挑衅行为 还有 为什么乌灵救人族会知道绿渊和绿果在族墓 空明心一沉 隐隐有了猜测 你们要装 至少也要装得像一点吧 就在空明快速思索该怎么办的时候 绿果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比如把他们的双手双腿打断 装成半身不随什么的 现在这样实在太假了 绿果来自树海族 对生命气息极为敏感 对面那两个青年生命气息充沛 完全是无灾无病无伤的状态 哪里受了重伤 打伤了人还这么嚣张 为首的老者文言 忍不住激动 我知道你们的态度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等等 空明急忙喊停 黑庭 我还没说话呢 你跟两个小碑机叫什么 巫灵救人族的黑庭 像是没有听到空明的话一样 体内腰力开始涌动 浑身长出了黑色的羽毛 双手变成尖爪 脑袋也微微变形 嘴巴变成了鸟会 不只是黑庭 他身旁的两名七阶圣灵使 多名五阶 六阶妖镜使 也都发动了妖神变 大战一触即发 看到这里 空明内心焦急不已 绿渊走到了空明身边 轻声道 大叔 你难道没看出来吗 他们就是来挑衅的 无论你说什么 他们都不会动摇 空明文言沉默了 他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人家有三名七阶圣灵使啊 从形式上来看 对方强多了 他还能怎么办 殊死搏斗吗 可是 他们就算拼了命 也伤不了对面几个人 而且还会把猎空龙人族的族目 给破坏了 空明内心纠结不已 事已至此 他不得不催动妖力 发动妖神变 在体表飞快地被灵甲覆盖的同时 空明转头对绿渊和绿果而道 你们要是能找到机会逃走 就赶紧逃走吧 这件事不是你们的错 就算没有你们 他们也会找其他理由来挑衅我们 这就是结 是我们猎空龙人族的结 话音落下 空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转头面向黑庭 内心深处地纠结进去 气势陡然间狂增 来吧 黑庭 你马上就会知道 吞并我族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了 空明大赫时 身上浮现了一道虚影 这道虚影是一条碧绿色的长龙 它盘取着身体 与空明的身体重合 这正是空明从自己血脉力量中 激发出来的妖神法香 也是七阶圣灵 使实力的象征 圣与人族修行 前三敬九阶中 一至三阶化妖使 可以用妖力激发血脉力量 发动妖神变 使它们获得部分妖神的特征形态和力量 四阶到六阶的妖精 使可以一定程度上 将自己转化为特定的妖神形态 以妖神形态作战 七阶到九阶的圣灵使 则可以凝聚妖神法相加持自身 无论是扮妖神形态 还是全妖神形态 它们都能爆发出超强的实力 对面的黑亭和两名七阶圣灵使见到空明的妖神变形态 也纷纷显现了自身的妖神法相 磅礴的气势冲向四面八方 这种时候 几乎没人去注意绿渊和绿果 在它们看来 以两人的年纪 顶天了不过四阶或者五阶 在圣灵使与圣灵使之间的战斗中 这样实力的人能起到什么作用 然而 正是它们的大义轻敌 给予了绿渊和绿果充足的准备时间 首先是绿果 它穿上了改装版的生命神楷 生命神楷 可以让八阶数圣具备九阶的实力 自然可以更大程度地提升低阶修炼者的修为 但与此同时 能量的消耗是巨大的 绿果转修天命修炼法后 修为降到了四阶 经过一年多的恢复 它已经再度站在了突破边缘 但还不能完美地催动生命神楷 而绿渊给了它一块高纯度的祖树之精 其中蕴含的大量生命之能 恰好足以让它催动生命神楷 让它具备七阶战力 绿渊是双四阶 但仅限于体内的能量 它所能发挥的实力早就达到七阶了 更别说它还有那么多强大的兵器 在绿果将生命神楷穿好前 绿渊已经取出了祖树弓 它拉开弓 指向了不远处的黑亭 黑亭根本就没有把绿渊和绿果放在眼里 哪怕它们做出了非同寻常的举动 然而 下一刻黑亭就后悔了 滋滋滋 绿渊的指尖出现了不断跳动的电流 随着电流声响起 弓险上缓缓凝出了一支长剑 剑矢宛如一道蓝色的雷霆 发出了噼啪的响声 只是一瞬间 剑矢就已经脱手而出了 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 这支箭矢就擦过空明的身侧 朝黑亭飞去 轰 黑亭猛地挥动身后的双翼 挡在了自己身前 其羽毛快速闪烁起黑光 让它有了钢铁一样的颜色 防御力似乎增强了不少 咻 被黑亭寄予厚望的双翼 没能挡住绿渊射出的雷霆箭矢 甚至没能阻碍它分毫 箭矢洞穿了黑亭的双翼 射中了它的腹部 其中蕴含的电从它腹部破口的地方 向全身扩散而去 它整个人冒起了白烟 浑身焦黑一片 黑亭虽然没有死 但俨然已经丧失了作战能力 直到此刻 空明才震惊地回过头 看着绿渊 看见绿渊仍然保持着射箭的姿势 它都懵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这时 身穿生命神铠的绿果 已经朝黑亭的方向冲去 准确来说 它是朝黑亭身后 几米远的另一名 七阶圣灵使冲去了 这名圣灵使 本来还处于震惊状态 看到绿果冲来 本能地警惕起来 它的妖神法香 发出一阵尖锐的叫声 整个人化作黑光冲了出去 大战正式开始 上 撕碎他们 空明战斗经验丰富 怎么可能错过这个绝佳机会 他当即喊道 云蓝接到指示 率领八名猎空龙人族的妖精 是纷纷扑向敌方 站在所有人身后的绿渊 则再度拉开了祖树宫 当乌灵救人族的两名七阶圣灵使 看到箭矢闪烁的光芒时 已经心凉如水 他居然还能射出同等威力的箭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此战根本没有任何悬念啊 作者 唐家三少